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非礼本地主持人肖慧敏和另外一名女子丁一诚的新加坡电台主持人阿肯今天被退市庭宣判罪名成立 坐牢两年 阿肯和妻子阿妹在听闻判决后表情淡定 并在休庭时和代表律师交谈 原本刑期是从今天开始执行 但是基于辩方将对裁决做出上诉 因此退市庭允许暂缓刑罚 所谓上的山多中玉虎 一名匪徒从事救济 再次打抢同一间的银行 这回遭到保安员连开两枪 当场击毙 这起案件发生在槟城双西赖大马银行 三个月前 匪徒也是以丢汽油弹手法 截走银行6万令吉的现款 来看国际新闻 美国儿童是否应该使用枪支的问题再次引起争议 一名九岁女童在设计场学习开枪时 拿不稳手枪 竟然挫手射向身旁的教练 导致教练头部中弹 送院抢救后不治身亡 事后检察官表示 女童不会被起诉 不过许多美国人则把责任归咎于让小孩使用枪支的父母 马来西亚官方宣传看板翻译再次的失误闹出笑话 网路上流传一张网民在广州拍摄的照片 宣传看板的华文词句出现谬误 写着马来西亚滋味无耻尽 无耻尽的可能欢清2014马来西亚旅游年 叫人看了摸不着头脑 令网民质疑这可能是使用网路翻译系统 直接翻译所导致 针对着旅游部长纳兹利表示 已经指示官员仔细调查翻译失误的问题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更多新闻请继续留守百革时事